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 我是一个乐于遵行他命令的人吗 一颗敬畏的心是在每一天日常的细节中堆叠建立起来 在神面前我们不得不坦诚自己是善变的 唯有神是永不改变 因此持守对我们的重要性 如同在诗篇一篇里头说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而此篇经文将艺人蒙福的道路和结果 说明得很清楚 帮助我们从三个层面 对神 对人 以及对自己 来思想一个艺人的特质所带来的果效 首先便是对神怀着赞美与敬畏之心 热爱神的诫命 也因此乐于遵行神的命令 他必影响后代学习清洁正直的形式 无论在属灵上或肉身上 他的后裔必应跟随这样的教宗而蒙福 进一步带出第二个特质 他对人会是满有恩慈 好怜悯 行公义 他会将家中所有的财富妥善管理 用以施恩给需要的人 不吝惜身外之物或时间行礼 效法从耶稣基督而来 仁义的样式 永远被神纪念并加添祝福 逐渐的 他的内在与外在会蜕变成为一致 反映出上帝的属性 对自己的事物会按照公正处理 不会用两套标准来言以律人 宽以待机 最终这会练就我们属灵生命的基本功 使我们的敬拜赞美和施行恩惠 都是真诚的由心而发 以至于能够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纵然处于黑暗笼罩的景况当中 必有光照亮正直人 神会亲自用他大能的绑壁来遮盖 出手拯救和引导 让艺人永远不会动摇 不会因坏消息而惧怕 他的心会坚定依靠耶和华 又充满力量得向尊荣 反观恶人的心愿必幻灭 兄姐妹 不晓得你认为这一条艺人的道路容易走吗 我觉得并不容易 但是我更大的感受是羡慕能走这一条路 我们并不完美 时常软弱 但耶稣却为我们舍弃了生命 又为我们胜过了死亡和一切捆绑 我们能靠着圣灵的帮助 在每一天的细节中操练 预先得着神在将来要成就的永远得胜 这也是神在起初就要赐给人的福分 而我们要完全的相信 完全的依靠 持守到最后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敬畏你 向你献上赞美 因你使正直人 在黑暗中 有光照耀着他 如同在这世代 你永不动摇的旨意 照亮我们 使我们艰辛 依靠你 愿意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同行 这美好的故事 就发生在教会里 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 更多得着一人之福 感谢祷告奉靠 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